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现场聆听 那今天讲这个主题呢 我认为在现在的词记格外的重要 我们走过了五十五周年 词记中也立中了 词记立中最大的不同 那么就是在斯卑利他 跟所有的其他中文不同的地方 我的访试经验其实比较有限 不过最早最早 带我去访试的是词师傅 德词师傅 我们大师傅 那时候我还在中国电视公司 三十年前 三十一年前 那跟我的师姐 曾庆芳师姐 我们是同事 那我们后来就成为一辈子的伴侣 那是他度我进词记的 他是在当时的中式爱心 节目做主持人 访问的上人 就皈依的上人 所以我是认识他以后 那么甚至在结婚以前 那么就开始 常常去惊涉 我们皈依上人 那此时会带我们到后面的 当时嘉明村 还有很多原住民的感恩户 那我真正在受证当委员的时候 带我去访试的是 赖美之师姐 跟少赵夫师姐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在台视当主播 那个生活习惯也没有太好 晚上都比较晚睡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 他带我到好多地方去看访试 那看完我车上都在睡觉 我觉得回想起来 刚我开车回来的时候 想起来特别不好意思 当时的生活习惯 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不过我觉得赖美之师姐 跟少师姐 就特别特别的包容 我非常感恩 再次也很再次感恩他们 赖师姐 是我很敬爱的一位菩萨 少师姐也是 那少师姐对于我当时 培训受证 给了很多的鼓励 给了很多的支持 在我那个年代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严谨 在三十年前 可能早在很多菩萨 还没有加入以前 我们那个时候 大概委员不用那么多的培训 但是那时候我跟我家师姐 就没有 就是立刻 就是 这个成为委员 所以为什么 黄思贤就会说 本来我是一千多号 等我受证的时候 已经一万多号了 一眨眼的美国几年回来 不过很好 我想菩萨的道场是圆的 早进来晚进来 那么也其实都是在这个圆形的道场上 所以我特别感念赖美之世界 我在很多的场合 讲过她的故事 那么其他是一个非常 一个典范 我待会儿会讲 为什么从我的角度 不只是慈善的典范 从我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们慈善仿式 应该是慈悸的核心 慈悸的根本 刚刚我在进来前 特别的跟我们 跟几位我们的核心的干部 志工 我们家人们 在聊 就觉得慈善的投入 对于我们的道心还是最重要 待会会对这一点 我来做更多的阐述 我今天讲的是 立他道觉悟 这是我写的一本书 也是在我在北京大学 攻读哲学博士 我的博士的论文 就写立他道觉悟 因为我认为慈悸的立中的根本 就是慈悲立他 所以有人问我们慈悸中的定位 就慈悸中 你们是什么中 以前很早以前 就大家在问上 你说你们慈悸中 到底是什么中 没有啦 那些人都没有慈悸中 之前就问 大家在问 我们是净土中 还是禅中 主决是 叫什么中派 想你说 我们就是慈悸中 那么2006年 上任第一次 面对所有制业体的 四大制业的主管 我们的核心共识营 他正式宣布 慈悸叫慈悸中 这是对内部的宣布 2016年 我们办了一个第四届 慈悸论坛 就在这个地方 有来自哈佛大学 管理学院的赫曼 这个李奥纳教授 来自牛津大学 佛学中心的创办人 公布齐教授 来自加州大学 也是美国教授 赵文慈 Richard Madison 有来自北京大学 楼宇烈楼教授 算中国大陆 佛教的态度 佛学的态度 有来自人民大学 有来自这个神父 耶稣会的神父 也是佛学的专业 来认可慈悸中 所以那一次 尚能定位为 是我们向全世界 宣布立宗了 那么慈悸中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没有特别强调 要禅坐 禅期早期还有 到现在很少强调禅坐 道具物 虽然禅坐 禅定的确是 慈悸很重要的 而是一个佛教很重要的 一个修行的法门 我们也讲禅定 是在行中禅 在动中静 不是在静中静 在定中定 我们是在动中静 在立他行当中禅定 这是我们跟禅宗 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强调禅坐 禅禅打坐 我们强调是在立他行当中 得到禅定 这样的一个功夫 我们也没有特别修秘法 要觉悟 但是当然 地藏经讲的 深密如大地 上了很多很多的智慧 你要 仔细去思考 有很深密的哲学在里面 的确我们不像 一般的密教一样 修持咒语 修持密法 来得到觉悟 我们也不是念佛往生西方 我们要祈求来生来世 再回人间 再度化人间 所以慈济宗跟禅宗有别 跟密宗不同 跟净土也不是在同一个修行的基调 虽然我们都很赞叹 禅宗也好 密宗也好 禅宗也好 都是很好的修行法门 都很值得赞叹 生赞生 我们不同的修行 但是都互相赞叹 但是我们不同的是 我们修什么 慈悲利他 在利他中觉悟 这是慈祭最重要的 最不同的一个修行的法门 所以我们依此利中 这是我的归纳 跟看法 就是慈祭中 就是利他到觉悟 所以上人说慈悲利他 慈悲利他 四无量心 都是慈悲利他 慈悲牺牲 这让我要回到我刚刚讲的赞美之师姐 他过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他读的学校都是好学校 那么陈大律师 台大法律 很年轻就当律师 他家庭生活 无忧无虑 我们曾经访问过他 情根福田 不是我 是待会上课的 瑞丽师姐 放过他 我看了那个影片 当时我是制作人 他那时候 他的毛巾 他的那个抹布都是白色 他抹布可能比很多人家庭的毛巾还干净 都是全白 然后他的地毯都刷得干干净净 非常非常会理家 然后他学画画 他跟梁丹丰丰画家学画画 画得很好 画了十多年 我也拍过几张他画画的这个照片 可是后来他进了词迹 他就不再画画了 他就从来没有再画画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把时间留下来 他在画画当中 在艺术的美当中 得到的喜悦 远远不及 在爱当中得到的喜悦 在爱当中的喜悦 远远超出 他的艺术创作的那种喜悦 所以我写过一本书 叫慈悸生命美学 我里面就提到 这个赖美之师姐的故事 人生有很多东西 让你得到喜悦 艺术创作得到喜悦 得到生命的美 也能从哲学思想 得到生命的美 但哲学家 是不是一定能够 心灵很清净 是不是一定能够 心灵很超越 很喜悦 我们知道很伟大的哲学家 尼采 他后来自杀 所以哲学不会带给你 真正生命的根本的喜悦 跟情境 他自杀了 尼采 我想你们很多人听过他 大概十九世纪末 二世纪初 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存在主义 各位听过海明威 来人于海 海明威 一个这么伟大的文学创作的人 他自杀了 他也自杀 这不只是例外 三岛游基夫 拿到诺贝尔奖 日本最伟大的文豪 他也自杀 当然他有很多的理由 他抗议某某事情 开飞机把自己装死 土耳斯泰 是一个大文豪 我很喜欢土耳斯泰 他晚年 他所做的那么多的好多著作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 等等的 他是个贵族 他有很多很多的农奴 电农 他是个贵族 大地主 是个大文豪 享尽人间一切的富贵 一切的繁荣 可到晚年的时候 他丢掉笔 他不再去创作 他去哪里 他回到农场里 要跟他的电农在一起 他回过头来关爱人 他在爱当中 找到生命最后的静点 所以各位菩萨 你们所做的事情 在慈悲利他 为众生的苦付出爱 是最好的修行 最好的修行 不是美学的创作 不是文学的创作 也不是哲学的创作 那个都很好 但不够究竟 最后还是要回到 对于爱的付出 对于苦难人的关怀 才能够让生命中 找到真正的静定 所以为什么立他能觉悟 因为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爱跟慈悲 只是被我们遗忘 我们忘记了 所以我们只有在 为他人付出过程当中 才能够真正感受到 哦 原来我们的爱很具足 原来我们心灵充满了 各种的富有 昨天我找了三位女导演 然后找了三位 北中男来的访试的师姐 我在计划还没有完全成立 就是计划让三个女导演 来拍三个词迹 访试师姐的故事 那三个会是你们的代表 我不可能全部拍 三个导演不可能拍每一个人 可是我选出 可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特别是要关怀年轻的感恩户 大学生 为什么 这会更容易引起社会 对慈悸跟年轻族群的关联 其中有一个北区的师姐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场 那么他告诉我 他二十多年前 生命陷入低潮 因为家庭的很多的压力跟缘故 他的师兄非常好 给他一个大环境 给他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很多次要跳淡水河 要自杀 有一次他也找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寺庙 不同的信仰 可是有一次他看到金氏羽 看到上人说 生命的价值不在生命的长度 在生命的宽度跟深度 他突然间醒悟了 他做仿式之功 他到很多很多偏向做仿式 他是一个完全活过来的人 他没有慈悸 那他生命就太没有价值了 虽然他事业很成功 他很爱做生意 他这个也是台北最好的区域的住民 是他生活上是非常好的 老公也很好 可是他如果没有做慈悸 生命就没有价值了 特别是他过去几年身体有很大的变故 他很自在 如果姻缘要他留下来 继续奉献 如果姻缘要他换个身体再来 他就赶快去赶快回 他现在很健康 他年龄比我大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菩萨 各位 一个快要自杀的人做慈善以后 生命重新苏醒 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听过禅宗的一句话 他说不立文字 禅宗会能大师一种 所以他讲的是说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就是你突然会顿悟 心一旦烦恼禁除 你不用见修 你顿悟 直指人心 你明心见性 你就顿悟了 了解生命的虚妄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禅宗教教外别传 跟别的佛教不一样 教外 另外一个传递的方法 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 就是人心见性成佛 做主持人 怎么知道要不立文字 爱不 禅宗也说不用了 我老婆怎么不立文字 他也做主持人 他现在已经94岁了 现在是我们长照的学员 他现在都每天都很学生 他过去也做慈禧 跟着我的妹妹 做很久很久的慈禧 我妹妹名额师姐 也是我们在北区的 自身之功 也算自身之功 所以 我们觉得 禅宗这个法门很好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那么做慈禧 一定要 试字才能够 明心见性吗 你们的明心见性 是因为读了很多经典 对生命才有这么多体会吗 我长 跟这个师姐聊 他都没有提到佛经 不是佛经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佛经 就在我们的行当中 在我们的心当中 佛法不是文字的 佛法 信仰 它是一个体验 它不是一个知识 它甚至不是一个思想 它根本就是一种 心的体验 这个心的体验 来自于行 很多人不知道佛法 也不知道慈禧 加入慈禧以后 突然间 在那个 震灾的场合 看到 本来那么美的地方 突然间沦为废墟 311大地震刚过 这么繁荣的城市 海啸一来 完全荡然无存 你跟他讲 苦极灭道 生住易灭 他听不懂 到现场看 哇 人生真的无常 哇 再怎么富有 瞬间一切财产生命 荡然无存 哇 无常 马上跟着慈禧人 起悲心 去付出 一天 两天 三天 从早到晚都不休息 马上 菩萨心 佛心现前 这不是知之人心 见性成佛吗 在那个场合里 你的佛性 你的佛心 你的菩萨心 立刻现前 这是顿悟啊 马上 佛心现前 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说 佛心 佛性 真如本性 本自具足 我们不相信 只有在我们付出的那一刻 我们才理解 原来我心中 充满了这么多慈悲 跟爱的能量 就像我昨天 跟各位介绍的这位 师姐 她有在现场吗 她没有在现场 她有在现场 就自己站起来 没有的话 我就不用说她是谁 她 进慈祭 从希望生命结束 到现在 她还在努力 她连在 她的病痛的过程中 开完刀 挂楼管 到公园里 找人讲慈祭 你看 越付出 爱的能量 慈悲的能量 越巨大 原来我们心中 充满了爱的能量 被自己遗忘 只有在 慈悲 利他当中 我们能够把内心的 这个本质 具足的慈悲 菩萨心 佛心 重新的找回 求越多 越苦 爱越多 越喜悦 这是慈祭 立宗的根本 在行当中 各位 我们也 阅读 我们也 精湛演绎 阅读 就像拿地图 要去爬山 地图 看完了 山爬完了吗 你看完地图 等于山爬完了吗 我今天上午要来 先Google Map Google地图 看了 到新店 25分钟 看完了 我人到了吗 没有 你得慢慢开 车框都不同 看书 知识 那是地图 你还没走到 对吧 看书 那演绎呢 演绎呢 我刚跟几位核心 干部 讲说 我本来要做一个 大爱台演员的研究 20多年前 就是演艺 能不能让人心中觉悟 我喜欢一个演员 这个 那个叫William 叫什么William 他演了很多很好的电影 他专门喜欢 电影当中都会让人欢笑 他演过春风话语 演过一个机器人 跟他的主人 发生感情 最后 跟他一起 那个叫什么William 有没有人记得吗 Robin William Robin William Robin William 他演这么多欢笑 给人希望的电影 很惊讶是 他自杀了 他自杀了 我们大爱台有一个 非常棒的演员 演了很多大爱台的剧场 若干年前 因为情感 他也自杀了 读书 只是看地图 演绎 也是只是演绎 那不是真实的经验 要回到真实的经验 就是 把你所有的 佛教的智慧 所有的毅力 都化为慈悲 利他的行动 那才是真修行 真清静 真觉悟 我不是说 读书不重要 我读到博士 我还在 前两年 商人派我到 哈佛 到牛津大学 建桥大学 取经 我读了不少书 但我知道 读书不会让我觉悟 商人说 不要做学家啦 做学家 学者还有个子吗 学是一个子吗 学是贱 对吧 不要当学者 要当觉者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经典 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演绎 我认为 都没有真正像各位一样 把慈善 把慈悲 化作行动 去爱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感恩户 所以我感觉 慈善是刺激的根本 人人都要慈善 我们要鼓励更多人 进慈善里头 从仿式 从付出当中 坚定我们的道行 我看过所有慈善的仿式之工 都信心很坚定 生命很坚定 充满了力量 为什么 你越付出力量越大 你越求 越难得到觉悟 所以商人最近常讲 奉道笃行 祈祷盛大 博学爱问 像我博学爱问 道必难会 很难会道 还好我有行 我现在就在行吗 是吧 我也在投入在行 我也做过 像尼泊尔 不少国际震灾 大陆 甘肃 水教 我有行 没有各位多 因为我有很多的行政值 在身 对吧 但是我有行 我还要更多的行 因为上人告诉我们 体道笃行 祈祷盛大 这出自四十二章经 上人的开始 体道笃行 祈祷盛大 博学爱问 道 博学爱道 道必难会 不要 一直求学问 无牙的 无牙的 不会有 讲到这里呢 其实我的演讲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是我跟他们几位 家人们聊天的时候 我深有所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说 是上人强调行经 经是道 道是路 他铺了这个经 让我们去行 行是什么 为众生付出 所以我认为上人的核心思想 就是立他 无所求 我认为这是上人的核心思想 四大之夜八大法印 都是在付出无所求 在改善他人的 跟社会的 不幸当中 苦难当中 我们度化自信 我们觉自己的佛性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修行 我们都听过性解行政 对吧 性解行政 是来自华严经 其实最早原始的佛陀 他没有要你信他 他要你相信他的法 我认为菩萨 想要成佛 相信佛所说 华严经 就是一法 能够生一切法 一切法 都能够设在一法中 那种很伟大的 那个佛性 这是华严思想 也是提到 要信佛所说 要成就佛道 但是我认为凡夫地 不是性解行政 就以慈激经验来说 是行解行政 行才了解 哦 原来佛教讲无常是这样 哦 原来 苦极灭道 生住一灭 真实不虚 哦 原来生老病死 果然 真实不虚 到医院做职工 看到生老病死 看到感恩户 原来心 生住一面 本来很富有 我去台南看到 台南的秀兰世界 带我去看感恩户 本来家里很富有 但是喜欢赌 闲家荡产 变成感恩户 几次中风 变成失能 但是孩子很优秀 读到台南的秀兰 都前三名 心 生 住 亦 免 然后看到 原来 大地震来 城住坏空 每一个慈激人 一开始不了解慈激 不了解佛法 都在行当中 理解佛法 然后相信佛法了 然后在不断的事件当中 证悟了 佛法讲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 慈激中 是行解信正 坐中觉 坐中了解苦极灭道 有个师兄跟我讲个故事 早期 培训还没那么严谨 他就去大陆 去 发放 他就去大陆发放 那时候还有很多的习信 还在抽烟 穿上制服 跟着师父 早期 他就去发放了 到了乡下 县领导 走过来了 县领导抽烟 在一群师兄当中 那个县领导就懂得 递烟给他 没有递烟给别人 可能奄奄相投 看得出来 他又不说我吃烟了 就烟就拿出来了 他也很大风 惯性 手就这样出去了 看呦 输了 这是主节呢 糟糕 手出去了怎么办 而且是这个姿势 吃烟 他想一下慌了 左手马上过来 谢谢谢谢 我没有用 很有智慧 到了傍晚 我们有个资深师父 就跟他说 某某居士 我觉得你的左手 比右手有智慧 给小肯 左手比右手有智慧 他现在吃烟 我说不抽烟 是觉悟了 才做慈悸 还是做慈悸才会觉悟 做慈悸才会觉悟 我们都认识了阿发博 陈金发 02年 他带我跟他去大陆正在 那时候从电视主播回来 很严谨 山亚要地震 我们感谢他 他也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 当时跟谢景贵主任 后来还有黄思贤 菩萨 阿发跟我说 他跟我讲这个故事 一开始 他这个师姐很发心 做慈悸 岳母也做慈悸 岳母往生前 把一大笔遗产 捐给慈悸 他师姐说 我妈妈捐多少 你也要捐多少 当时阿发博 他就很不高兴 他是一年要喝两个货柜红酒的 他跟我说的 金尼安能的货柜红酒 他现在还活得很健康 感谢慈悸 他慈悸跟我说 我可以讲他的故事 我可以讲他的名字 因为我们有个契约 我没有默契的 他说 他本来就是 没有甘愿要捐这个钱 岳母捐多少 他还捐多少 他听老婆的话 要捐钱 但我想那是很多年前 至少二十年 三十年前 他说那捐款的前一天晚上 他还喝了酒很晚才回去 想说如果没有醒了 飞机时间错过就不去了 结果一被老婆叫醒 又去了 捐了一大笔钱 他说很大金 我不知道多少 给商人 商人很赞叹他 他灵机一想 他说上人 我要去做国际正宅 他不是捐钱还发愿 上人很赞叹 哎呀 这个 这个 成大居士 能够捐钱 也能够处理 他说才不是 他心胸才不是 我是要来监督你们 慈悸人 怎么用我的钱 我管他姐 看你 怎么用我的钱 你看 他现在是大菩萨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度化众生 比如说这个人有习气 不要把他捐 没有 他当时请慈激人吃饭 听说每个慈激人的面前都摆一瓶红酒 慈激人穿制服去 然后被介绍他的师姐 就被人家讲说 你是没人家度 度这种 你看 他现在大菩萨 是不是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国际正在 他最近休息的比较长 因为疫情 希望他继续 再过国际正在 所以各位 他是先信佛教才做慈激吗 没有 他在行中 他大陆正在看到很多苦难 碰到很多的困难 回来跟善人哭诉 善人跟他讲说 不是善教你要去的 他说 我自己要去的 我要去监督你们怎么用钱 他觉悟慢慢理解 改变习气 所以我们都在利他中觉智慧 是吧 不是在读经典 我不是说读经典不重要 你们要好好读经典 那是看地图 不迷路而已 可是你要走到 要一脚一脚 一步一脚印走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好的读书会 我们要参加 我不是否定演绎 演绎也很好 可是根本还是在慈善 优先选择 要行 要行 那是根本 不能忘记这个根本 而要时时提醒 每一个委员 不只是诸位 要慈善 作为根本 慈悲利他 才能够真正启发 我们的决心 我一定 我不是看到你们才这样说 我是真的这样认为 所以慈善对之贪 贪心重 很难做慈善 贪功名 贪肯定 也许我们不是贪回报 但会贪 有人给他订定吗 相信有看到我做吗 刚刚有师姐说 这个做慈善默默 几十年没人知道 也许某一个其他的演绎场合 很快就被认识了 所以其实做慈善 最后是无相不识 对吧 像诸位 哇我真的是觉得 你们都是默默的 你看我真正看过你们的人 还真是不多 表示你们都在社区里 没有那么多的 在一些大量的曝光的场合出现 都是在每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行善 所以慈善对之贪 无相不识 你要做到无相 无手求就要缩小自己 所以不失要持戒 持戒要忍辱 各种的批评 你要接受 甚至感恩户 你关怀他 可能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 也会有意见 忍辱 就是连 侮辱我们的人都度他 那叫精进 直到每一个人都跟我们 相处圆容无碍 都是爱的关系 自然在爱当中 你会得到很大的静定 所以不失 无相不失 要持戒 缩小自己 缩小到 有人对我们有意见 我们都还要度他 忍辱 那叫真精进 最后跟每一个人的相处 都是正面的 都是爱的关系 在大爱中 得到真正的静定 才得大智慧 医疗对之吃 李启诚医师告诉我 他早年在台大做 癌症的这个治疗的时候 有一个大富贵者 埃末了 瘦骨 巡灵 还大一个大蓝 大蓝钻 有一次跟他吃饭 这个大富贵者跟他说 你把我救起来 医生 我给你一半的财富 医疗对之吃 我们以为 人生永远这么幸福 但是到头来知道 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必然 你就不会痴心 不会执着 教育对之撑 就是你不会撑心 有教无力 什么人你都要教 你不傲慢 人文对之疑 会面的磐石 世间有疑 你要对之他 我们到磁济医院 是不是过滤说 你是磁济人 我才医治你 你不是磁济人 我不医治你 有这样吗 守护会面的磐石 人文也是 只有磁济事 我才关心 世间的苦 我不关心 可以这样做人文吗 不行 人文对之疑 世间的各种疑 我们都应该提出解放 这是我们对磁济人文 更大的期许 不只是报道 磁济的美善 而是要把上人的法 放在每一个社会的问题里面 为他找到答案 为他找到对质的方法 为他解除他的忧烦 给他心灵的喜悦 各位 你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我们真正人文要做到 世间各种的苦 各种的问题 各种的冲突 我们都应该有解放 我们做到了没有 我们做到了吗 我们还没有 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是我回头 还要跟你们讲 这个慈祭在佛教历史中的价值 跟定位 环保对质慢 像蔡天圣这样的菩萨 从过去吸毒到贩毒 入监服刑 无期徒刑 后来一半假释 在狱中看了慈祭月刊 那么发愿做慈祭 可是到了台中会所 很庄严 他不敢进去 在环保站 他找到衣柜 所以他的卑劣慢 人们叫卑劣慢 就是自己有罪恶感 自己自卑 在环保站 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大企业家弯下腰 博士弯下腰做环保 对质慢行 不管是焦慢 或自卑的慢 都能够对质 这是我看到制业的修行 我们看一下这段影片 就是在2015年 由全世界21家华文媒体 包括凤凰卫视 包括新洲日报 包括各个华文的媒体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 颁给上人影响世界 华人大奖 那时候2015年 刚好是无名网 过后不久 但是全世界21个媒体 包括在大陆 包括在美国 包括在东南亚 一直肯定上人 实际对全世界的贡献 那个时候5月份 我代表上人 上人要我去代表他 去领奖致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现在有请2014-2015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 正言法师 暨慈基基金会 领奖代表是 慈基基金会 人文志业发展处的 处长何日升先生 有请王院长颁奖 有请何先生发表 获奖感言 尊敬的刘主席 王院长 还有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还有清华大学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从王院长 我的老朋友 手中接着个奖 感觉特别的感动 我仅代表 慈基基金会的创办人 正言上人 还有全球的慈基人 我与大会 颁与这个大奖 表达最诚挚的感恩 这个奖 与说是对慈基 爱跟善的肯定 无灵说是一种鼓励 一种期许 期许我们慈基人 能够把爱跟善 继续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慈基基金会 在正言上人 自力更生 刻苦简朴 务实尊重 利他妒己的理念下 以无视的爱心 在过去五十年 在将近九十个国家 从事的慈善 医疗 教育人文 环保 等等的职业 慈基的大爱理念 超越了宗教种族 跟国界的繁离 我们在天主教国家 盖教堂 在伊斯兰的国家 建清真寺 我们在甘肃为回民 建水教 在汶川盖学校 在贵州建大爱村 可以说是 哪里有灾难 慈基爱的足迹 就会到哪里 那么慈基秉持佛教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胸怀 的确 视众生的苦难为道场 我们在行善中得欢喜 在戒律中得清净 在团体中得自由 在利他中觉智慧 觉什么智慧呢 觉悟 众生是平等的 一切的人跟万物 都有清净的本性 所以正义上呢 期许我们要爱一切众生 还要启发一切人 去爱一切众生 最后呢 需要用爱来消弭 对立跟仇恨 我们处在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人跟自然的失衡 越居扩大 社会贫富也加剧的 那么差距 人跟人的冲突 也日趋激烈 所以需要一种新的文明价值 来消灭这种对立的局面 才能缔造一种新的人类福祉 跟世界的和谐 而慈基相信 消灭贫 不是打击富有 是扩大爱 消灭恶 不是打击恶 是扩大善 经由扩大爱 扩大善 我们能够实践 人心进化 社会祥和 天下无灾无难的愿景 这也是正义上能创立 慈基最大的盼望 跟最终的理想 再次感恩 凤凰卫视 刘主席 还有所有的评委 给予慈基人 这份最深的肯定 跟鼓励 我们会更虚心 更努力 更用心地 把爱跟善 传到世界各个需要的角落 让世界 因我们大家 而更美丽 感恩大家 谢谢何日生先生 那这是我们慈基 共同的荣耀 在上人的带领下 那么 这个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那我讲的就是 这四个重点 能够 这个世界也需要新的文明 所以付出得欢喜 我们知道菩萨师地 第一地就是欢喜地 不止自作欢喜 我们还要教人家做欢喜 陪伴 年轻的菩萨 所以其实我们慈善 也是要多传承 多带领年轻人 年轻人将来活在 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对吧 跟一群陌生人 每天对话 其实那是另外一种 孤寂 听说新的这种忧郁会出现 就是他孤立在自己 一个世界的角落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能够鼓励年轻人 走出去 看到不同的苦难 他才不会活在 那个小确幸里面 有更大的苦 需要他去关怀 见到苦 才会激发 你内心 更大的爱的能量 所以以苦为失 所以欢喜地 自作欢喜 我们还要教人家 做欢喜 最后 别人都成就了 我们见他做欢喜 不要去掌握 不要去控制 不要说 你现在都没吹我 有一种掌握的心 你都没跟我说 我认为 见做欢喜 是一个最大的修行 那表示慈激人 在修行当中 要得到一种真正的 无所求的空会 空会 是慈激人要学习的 我们做事 可是不能执着在事项里面 刚我讲的六度 布施慈戒 忍入金金禅定 都是在付出中得到 所以上人要我们 内修成真信实 外心慈悲牺牲 这是原始的 佛陀的教法 上人记住道品 在阿含经里 不断地重述 这个道理 曾经阿含经 有个梵志 一百多岁了 佛陀即将入灭 他说 佛陀快入灭了 他要疑惑 他到一百岁了 还没解脱 想要跟佛陀请法 其阿难帮忙 跟佛陀说 阿难说不行不行 佛陀行将入灭 他非常虚弱 没有办法再跟你谈任何事 他三请阿难都回绝 后来佛陀知道了 就请这个梵志进来 梵志跟他说 我学到 到一百多岁了 仍然不得觉悟 不得解脱 佛陀跟他讲 你要遵循八正道 七觉之 用三十七处道品 去实践 你才能够真正的觉悟 所以佛陀其实 回到道德实践 真正的觉悟不是 有一个什么神通 神庙的境界 没有 是在道德生活当中 遵循一切的道德 正念 正精进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念 等等的 八正道 七觉之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觉悟 听完以后 犯子 他就觉悟了 马上正到阿罗汉国 所以佛陀最终 所交代 也是在生活 道德中的觉悟 当然我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分享 因为我对婆罗门教也有若干的研究 婆罗门教就是非常 很多神 很多的玄化 其实佛陀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跟苏格拉底一样 跟孔子一样 孔子把天 有这种 人格天 就是有像神一样的天 变成天道 而苏格拉底把希腊的神话 各种的神话 从理性主义去认识 佛陀也是把婆罗门教各种神 因陀罗神 各种什么神都有 把神道 转成人间的正道 所以他们三个同时 在西元前六世纪出现 孔子 苏格拉底 佛陀 都在那同一个时间出现 都是从过去那种 玄说 神学 神道 神话 转向 人间 理性 务实 实践 所以牛津大学 84岁老教授 Richard Gombrich 公布及教授 写了一篇论文 写了二十个点 上人怎么样像佛陀 包括 很重要一点 都强调 在道德实践当中 觉悟 这是佛陀跟上人 都是相同 所以上人才说 我不是创新 我是复古 回到 当时佛陀 原初的教法 三十七处道品 四五亮星 慈悲稀舍 这是我们四大职业 一个重要 依旋的法则 跟理念 那么 这个中德清定 我们贪嗔痴 去三读 去我执 不执权力的执着 要排除 见解的执着 我们当的干部 不要执着在 那个权跟职 越承担越大 责任越大 爱 要越大 然后包容 要越大 包容 要越大 真正的领导人 要有很大的包容力 像上人 伟大的领导人 非常包容 去我慢 不只是专业的执着 包括自卑的慢性 都要去除 也去我持 情的恋战 包括对世间 一切的恋战 都是我们在 纪律当中 修持 清静法 的根本 团体中 得自由 很多人我说 何师兄 怎么叫团体 得自由 慈激人 就是团体中 得自由 我们不是个别修行 不是自己打坐 到深山里 关起来 我们是要跟慈激人 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要 共修 对吧 我们都要共修 大家一起修行 用爱打造 慈激的修行道场 上人说 这不是道场 这是个家 爱很重要 我们佛陀上人 教我们的四色法 布施 爱与同事 利他 都是相处的方法 要布施 给他人 你懂得 要教他 爱与 用爱的方式表达 所以上人说 核心很抽象 要合起 就是要用很和缓的语气 用爱的语气 来讲 同事 就是要能够合作 不要不能合作 你很强 那不能合作就不行 我忏悔 我过去的确很刚强 也比较骄傲 我两年上人 让我去访学回来 我从很多人告诉我 说何师兄 你好像转变了 我知道我自己改变了 我变得比较容易同 容易共识 我不要太执着我的看法 那我觉得反而我的看法 更得到大家的接纳 反而很多事情 大家走得更顺 所以我以前是做事第一 人和第二 我现在倒过来 人和第一 做事第二 为什么 你越人和 才能够做更大的事情 你要做大事 不要做小事 你做小事 事情第一 人和第二 你要做大事 人和第一 做事第二 不要因做事 伤了人跟人的和气 这个很重要 最要同事 一旦跟人做一做事 叫同事 就没有同事 他就很努力 都自己做 你做了也会累 跟前面那个师姐 他跟我说的 那句话说得很好 北去的师姐 说以前我 大家都做得做这个事 有一个同事 同事度吧 也是师姐跟他讲说 你这样做得大家都 这么厉害 你大家都做得很厉害 你要怎么传承 所以他生病那段时间 所有他的小鸡 通通冒出来 都很优秀 他说的 那场病改变了很多 原来他能力太强了 强到其他的人 都没有发挥的空间 所以同事利他 不只是同事 我还帮助他成就他 能够成就他人的人 他是真正菩萨道 真正的领导人 各位都是领导人 所以我们必须用四色法 用圆融的智慧 解决人跟人的障碍 我想这一点 书以师姐过去做 在宗教做的时候 感受特别深 有时候他也会很苦恼 但这个都是考虑我们的智慧 不容易各位 很不容易 在团体中得自由 很不容易 你看家 回家家很舒服 家里有爱 家里没有爱 你回家舒服 你不想回家 所以有爱的地方 你就觉得自由 自在 有爱的道场 来 来祝福 很高兴 公司 场域 我在最近倡议 善经济 有爱 把上的爱的管理 推到企业 你们要爱的管理 在公司里有爱 大家都很想上班 我也上过那种 公司里不太有爱的 真的是每天去 都像在打仗 蛮辛苦的 所以在团体中得自由 最后在立他中觉知归 善人说 淤泥是成就莲花的养料 淤泥不止不染莲花 它是成就莲花的养料 众生就是我们成佛的资粮 我们不是得一些智慧 再回来度一些众生 不是 我们没有发这个愿 我们是度一切众生当中 才能够得一切智慧 养一切慈悲 各位看到这个区别吗 你们是不是得一切智慧 才来度一切众生啊 有吗 没有哦 各位还没有得一些智慧 跟我一样 可是我们已经在度众生了 对不对 我们越度众生 越得智慧 越能够增长慈悲 所以运顺导师就讲说 菩萨未能度己 亦能度他 而该由此触发心 菩萨由此触发心 未能度己 亦能度他 越度他人 越得智慧 所以是度尽一切众生 得一切智慧 养一切慈悲 就像无量音所讲的 传夫生有病 但依靠佛法 依靠慈祭法 传生坚固能度人 我跟上人请法 说上人 无量音开场的时候 都是一些大庄严菩萨 都是得亲近的人 才开始行菩萨道 去帮助人 可是到后来又讲 传夫生有病 传生坚固能度人 似乎我们凡夫 也能够度人 都是呀 你看 传夫 带着乘客 乘客上岸了 传夫也上岸了 我们度尽一切众生 我们自己也成佛 所以不是说 发愿到兜率天 修行 得一切智慧 再下降人生来度 不是 是度一切众生 才会得一切智慧 养一切慈悲 因为佛陀 就是在累生累世 不断的助人当中 得到今生今世 说佛世界 成就佛道 他不是坐在树下 四十九天成佛的 也不是五年参访 六年苦修成佛 他是累生累世 化作各种身形助人 才得今生今世的大福报 成为宇宙大绝者 所以我们立他度计 在帮助他人当中 超越自我的爱上 包括那些感恩户 我们为什么要他去帮助人 不是他 什么要扩大慈悸 不是 而是他只有 在帮助他人当中 才能够超越自我的爱上 不管在缅甸 那个一把米 不管在斯里兰卡 一个全家都 丧命的 不幸的 阿布杜拉 一个礼拜不吃 不喝 不睡 最后 师兄 安排 引导他 去做志工 他恢复 生命的力量 所以我们来看这段故事 这汶川地震 一看到直纪人来访 张世晏立刻把手机里 女儿的照片给大家看 他很漂亮 对啊 但是被打死的时候 头都没有呢 志工听到他的女儿 在地震中往生 赶紧安慰 不过张世晏对女儿的思念 无法停止 他在那边 过得是不是很好 那边是不是 也是我们这边一样 如果腿没有的话 可以做抑制什么的 我真的担心 我的小姑娘是个 非常漂亮 非常听话 慈禧人轻轻抚慰 用心领听 平常的时候 他是很懂事的小孩 他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都最挑那个 最便宜的 因为他知道父母 很辛苦的在工作 那现在没想到说 因为地震 那公家发给他的 这些物资 这些饼干 都是最好的 可是他吃不下 张世晏一点都吃不下东西 因为他再也没有办法和女儿分享 从两个星期前 他开始写信给女儿 写了好多好多 却一封信也寄不出去 我所有的话都是写给我孩子的 对对 这些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知道 你都已经知道说 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他在这个世上 他还没做的事情 他还没有完成的梦想 妈妈来帮他完成 他最喜欢帮助别人 那妈妈也要来帮他完成 隔天清晨 张世晏出现在九顶村的 慈禧服务据点 他加入了志工行列 祝福歌唱着唱着 张世晏百感焦急 泪流满面 在最初的日子里 我是不愿吃也不愿意喝 我甚至不愿意和别人说话 因为我觉得 我姑娘的离去我太痛苦了 但是看着 你们这么多人帮助我 关心我 我觉得我应该振作起来 这是我们曾善美 李贵树 师兄 李贵树菩萨 他这个很会跟 你看 对话都拍得到 真的 待会我们也会再跟大家来多分享 就是说 我觉得慈善要做得很好 就是一定要把典范的故事 多分享 多记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这位张世晏妈妈 她真正能够破提微笑 是在帮助他人中 超越自我的爱上 人都是在帮助他人当中 能够超越自我的爱上 这个未来我在 整个我们的学术研究方面 上人这次 希望我多承担 一个很大的任务 给我的使命 就是要做慈悸的 这个学术的研究 跟交流跟发展 我20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 发表过一个论文 就是讲六个慈悸人 如何在帮助他人中 超越自我生命的 哀伤的故事 他们讲疗愈 宗教疗愈 没有任何的疗愈 比帮助他人 才是最好的疗愈 心理分析 把苦难再讲一次 越讲越苦 任何的作风 打坐什么 都不如你引导他去帮助人 他才能够真正超越 自我生命的爱上 所以慈悸人到灾难现场 所做的事情 就是引导他走出来 去爱更多的人 汶川地震 张世炎 不过是其中一个故事罢了 讲到这里 汶川地震也是 陈金发师兄 刚刚他的师姐来找我说 我说了一句话没中去 他说陈师兄以前不是两个货柜红酒 是一个货柜的红酒 在这里 但是这也不太好的画面 一个货柜也很多 不过要更正一下 我们的师姐很棒 她是 说她从进持继到现在 都是投入慈善 没有离开慈善 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呢 我很盼望各位 能够不断的号召 更多的年轻菩萨 要投入这个行列 一定要让人人慈善 因为那是一个根本 那为什么呢 我想少人讲的众生是经 在度化一切众生当中 我刚刚说过 要绝一切智慧 养一切慈悲 众生难调难伏 刚刚敬慧师姐 还有陈金发师兄的师姐 都来跟我说 做慈善很辛苦 因为众生难调难伏 感恩或会变成不幸 都是有她的因缘 有她的过去的这个 那个种种的判断 种种的无名 种种的贪欲 贪嗔痴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很难改变 因为要改变它很困难 你要耗尽心思 所以套剧我前阵到台南 就做访试 跟着去做记录 台南的秀兰师姐告诉我 他说感恩户真的很难改变 但你不是有希望才坚持 你是坚持才会有希望 坚持才会有希望 所以我们做慈善方式 很重要我们借帮助众生当中 成就自我的智慧 也徜徉自我的慈悲 因为众生是金 所以刚刚也提到 就说昨天那个师姐讲说 妈妈我希望当年感恩户比较好 我们总是利他 看到苦难很愿意帮助 可是要把这种爱 也要带到身边的人 那才是妒忌 利他还要妒忌 你要让行善 变成日常中的一切善行 不是只是行善 有这个场合 穿上制服我菩萨 一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慈悸的其他的场合 凡夫心都会现前 所以我这种慈悸中的 利他事件很重要是 我们要发愿 要跟一切的人 一切万物 都建立爱的关系 这就是大爱 这个议题是有一个 长春的师姐问我 何师兄 他们夫妻两个 杜师兄 西明师姐 跟我聊 说何师兄 我很多疑问要问你 其中一个是什么 是大爱 我说 从我的理解 上能要我们 跟一切人 一切万物 都建立爱的关系 诸位菩萨 我们每天 出门前都要祈祷 都要发愿 睡前也要祈祷 也要发愿 祈祷 上达诸佛天天 祈祷 让我们的心 能够跟我们 所祝愿的合一 这个祈祷 很重要一点 我认为 我的建议就是 你要发愿 跟一切人 一切物 都建立爱的关系 这个需要 无穷尽的努力 所以菩萨 才要生生世世 度化众生 菩萨利益众生 藏在生死当中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写得很欢喜 很少人写博士论文 都觉得很痛苦 初期 当然很多的构思 花很多的心力 但当我真正撰写的时候 非常发喜 因为写的是 我自己熟悉的 利他到觉悟 上人的利他思想 我学到这句话的时候 这导师的一句话 菩萨利益众生 藏在生死当中 我非常感动 我们就是要如此 生生世世 要利益众生 在今生今世发言 我们希望跟一切人 一切万物 都建立爱的关系 这就是大爱 当然很不容易 总有你看到这个人 看得好 对眼一点 那个人看得不对眼一点 都考验 我们的修行 怎么样碰到逆境 碰到不欢喜的人 我们也能够包容至于 逐渐度化他 这需要长期的修行 所以慈祭 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整个慈祭中门 就是创造一个 有情的大生命共同体 这有的儒家的人情 跟佛教慈悲等官 都集合在一起 所以慈祭人往生了 还要回到这个生命共同体 趁愿再来 追随上人 行菩萨道 继续度化众生 老师在菩萨 信仙记要讲下这句话 就刚我讲的 菩萨利益众生 常在生死当中 都是一个友情的 大生命共同体 所以做慈祭做久了 不怕往生 往生不是往死 我们还要再回来 所以这给你一个 很强大的力量 所以我还是回到昨天 我很敬佩那位师姐讲的 他身体很不好的时候 我都觉得 那一年搞 我就快去 快回来 一年再给我做主持 今生今世 我就继续投入 我看过很多的 在全台湾各地 跟上南分享的菩萨们 身体有病 好像那个病不是他的 心不被那个疾病给困扰 生病 心不病 心很健康 这是一种大修行 我也看过 经门听过 经门来的菩萨 老菩萨 住到台北新年病房 师兄很担心 你走了我怎么办 他们都环保志工 继续做环保 怎么办 反正这个心念很专业 有人说 进土中 我听一个记者讲 说他认识一个老修行 进土中念 念佛 他都知道哪一天要走 跟子女说 我三天后会离开 子女不相信 果然三天后离开了 他能够预知自己的生死的时间 那我们有一个老菩萨 在花莲的心念病房 就上人讲故事给我们听 在若干年前 老菩萨进驻了 他也年纪大了 在心念病房 就生命最后的阶段 年轻菩萨常去陪他 看他 有一天年轻菩萨进来了 就跟老菩萨问说 老菩萨 你什么时候要走 你当时要回去 因为实际人都不怕 谈生死 那好一季我就来回去 咦 上人说今天天空生 今天好一季 今天好一季 到来就回去 这上人经过跟我讲的 老菩萨 那是不是生死来去自在 是吧 比预知生死还厉害 来去自如 完全无挂碍 心无挂碍 无挂碍骨 所以他还会再来 菩萨利益众生 藏在生死当中 我们要发这个愿 不用惧怕 生老病死 我认为此以中的三大使命 是思想体系 组织制度 跟修行法门 我们立宗 要完成这三大使命 很不容易 各位 我本来花一些时间 跟各位讲 实际在佛教历史的地位 我可以讲的比较简短 这个我跟上人有报告过 跟四大职业主管 有简略提到 我下周四 这次会 我也更详细的来讲 就佛教在印度 为什么会灭掉 在西元十三世纪 佛教灭了 印度佛教 在十三世纪灭了 中国的汉传佛教 在明朝以后 就逐渐衰尾 最后跟道数结合 如果各位看过 本来面目 圣言法师的纪录片 他年轻的时候出家 看到就是这样的乱象 跟道数结合 赶着有人走了 去类似表演一样 诵经各种的记忆 甚至里面还讲 本来没有讲 看到还有些人体力不够 还吸毒 到明朝以后 佛教沦为末流 以韦伯 以导师是讲的 无知识阶层 进到佛教里面 让佛教跟道数融合了 所以死亡才找佛教 所以禁于乳 退于道 止于佛 佛教变成死亡的佛教 所以太序大师才强调 佛教不是死亡的佛教 是人生的佛教 印顺导师强调 人间佛教 上人让菩萨人间化 佛法生活化 你们都是人间菩萨 刚刚上人不是开示吗 人间菩萨 Living Bodhisattva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很重要的转折 实际的贡献就在于 他把佛法带进各种生活当中 慈善看到佛法 医疗看到佛法 教育看到佛法 八大脚印都有佛法的足迹 四大职业都在体现菩萨入人间 度化人间的理想 印度佛教会灭很重要是 印度的佛教从至古以来强调解脱道 解脱世间 而不是关注世间 所以缺乏一个熟人的生活共同体 熟人组织的共同体是 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 再来 僧侣过度强调心性维持血 太难了 一般民众走近密教 神通咒术 最后被婆罗门教同化 最后一集是穆斯林攻占印度以后 大量伤害僧侣 佛教在印度就彻底灭亡 中国的佛教也是 着重寺庙管理 没有着重居室的管理 所以当五弟灭佛 让生与还俗 禁止生与的很多的活动 佛教逐渐的走向农业 从商业五则天时代最鼎盛 走到唐末农业 百丈禅师农禅 最后慢慢走向末流 被儒家给吸收了 治国是儒家 然后老百姓走向倒数 跟印度佛教一样 所以慈祭宗对佛教历史的贡献 它成立一个严谨的 像我们诸位一样 居士的组织共同体 全世界没有过像慈祭这样的组织 有这么庞大严谨的 居士组织 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所以著名的社会教韦伯说 佛教的灭亡来自于 它缺少俗人的组织共同体 也缺少一个对世俗人的 生活伦理的一个建构 我们有慈祭实践 我们建过一套居士的伦理 所以牛津大学公布起教材说 慈祭上人是把居士身团化 居士也像身团一样 穿制服守戒律 人人皆可成佛 人皆可为圣贤 是如佛非常有智慧的融合 各位我们所经历的慈祭 在历史上是没有过 佛教有这样的一种开展 就是它不再着重 只是僧侣的修行 而是着重居士的组织共同体 跟生活伦理的价值次序 所以我们生在一个大时代 佛教过去没有这样的一种体制 所以慈祭中 上人的思想我们要建立 组织制度要完备 还有修行法门也必须要兼顾 我们现在也很努力 好多为包括我们的师父们 引导清修士参与 还有居士我们同仁 我都有参与一部分 做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顺稿 我很感动的曾经跟师父们说 佛法上人讲法华经六成就 各位知道六成就吗 主成就 谁在讲法上人 信成就 我们有人 师兄姐在全世界上 现上听 现场听 相信上人的法 闻成就 在听闻上人的法 有十成就 在那个时间 清晨最宁静的时刻 有初成就 在金色神圣庄严的殿堂 第六是众成就 所以众成就了 法就成就 我们现在有师父 有清修士 有居士 共同结基法 历史上这也是非常独特 因为我们众成就了 我们众成就 众和和了 法才能够成就 这个法就立了很久 所以我特别在一两次会议中 谈到这一点 我们众成就了 我们的积极 法华无量 上人的根本思想是法华无量 他的入世思想 是无量一经 药师经 还有地藏经 所以不止人间 六道众生都要度化 地藏经是讲给 地狱生灵 也能够闻佛法 修行经典 我刚刚讲过 三十七处 道品 水灿 四十二章经 都是我们修行的经典 包括菩萨实地 包括人有二十难 都是我们修行的经典 所以经典必须完备 必须要深入法 那么 词异最好的是法的传承 佛陀在《正义阿含经》第二卷 有一次描述佛陀 年事已高 非常的不舒服 阿南达水回来 看到佛陀身体非常的虚弱 他非常紧张 非常恐慌 那时候还不到涅槃时 可是身体已经不好了 所以佛陀这样的一个情况 阿南看在心里 他打水进来帮佛陀擦拭 休息 一阵子以后 看佛陀恢复一些精神 阿南很紧张 就跟佛陀说 佛陀啊 将来你入面 僧团谁来管理 你要不要有所交代 有所教诫于僧团乎 阿南达 你有没有什么要交代 僧团要谁来领导 佛陀说 阿南达 我过去四十九年 法公平 公开 平等的 给你们每一个弟子 你们当中有人认为 他自己可以引导僧团 应该是那个人来跟你们说 我不过是一个即将入面的老人 我要跟你们说什么 佛陀不立接班人 因为法的传承是 人人都要传承 上人在圣言法师 圆集的时候跟我说 你是发言人 实际一定会被问到 接着来问你 实际的传承怎么办 你跟他说 人人都要传承 他说 我住在圣言法师的企业 上人说的 更正的事 他说 我也差不多企业了 临近 你跟他说 人人都要传承 上人跟佛陀一样 这是牛津大学 工部局教授所所讲的 上人这点很像佛陀 他认为人人都要传承 禅宗也是 禅宗是谁得法 各为法主 禅宗没有中心 没有像范迪刚刚有个中心 有谁当家没有 你谁得法 所以禅宗开之善业 谁得法 就传承法 是法的传承 法的继承 不是指定继承 不是向日本血缘继承 不是向教宗选举继承 不是向密法转世继承 而是 也不是像 对 就是像法谷 像天主教 选举继承 有指定 我是住持 指定下一个 指定继承 也有 这个血缘继承 像日本的净土真宗 清卵 传了九百年 都是传给他的儿子 日本基本上是这样 还有转世继承 都第十四季开始 密宗开始转世继承 特别是 这个 菩提道次力广论 的大师 中科巴大师 转世成 达赖跟班禅 转世成两个 传承下去 我们 比较靠近佛陀 比较靠近耶稣基督 耶稣没有组织 十二个门徒 各自表述 第一个教会 不是耶稣创的 是 彼得创的 跟保罗 他传到三年 就训到了 十二个门徒 把他的福音 传到全世界 就用保罗所讲的 我要把福音 传到 世界的尽头 他做到 而且他最后 被罗马人看透 彼得也是 都训到 这些人的法 非常强韧 所以上人要我们 人人继承 人人都是接班人 法的继承 才能够开支善业 但是 我们不是禅宗 我们不可能去中心化 我们肯定 要建构一个 原型组织 四门四法四合一 在平等 的基础下 慈悲等官 是佛陀的第一大义 要能够真正的 要实现 四门四法四合一 这是一个 上人的理想 原型组织 核心 总持门 核气 核核门 核心 要核气 护爱 光怀门 协力 例行门 上人说不是这样 是平行 我知道 其实我们做的 还不够彻底 我们离上人的理想 还有一段句 所以我最近 我在哈佛大学 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去年写完这本书 叫《善智理》 还没有出版 就写上人的原型组织的理念 我在牛津跟剑桥 写完《善经纪》 去年出版了 我在剑桥 牛津把慈悸的利他精神 放在经济里面 叫《善经纪》 把利他平等爱 放在组织里面 就是上人的原型组织 我大概已经写完了 准备修改 今年 希望能够出版 所以慈悸的组织 它必须进行当代化的转型 它必须融合慈悲等观 但是把儒家的人情 爱要放进来 然后把法治理性 制度要建立 这三个是一个大工程 不只要慈悲等观 还要有爱 这是个家 但爱太多了 会过度人情化 制度很难建立 所以慈悸 不是建立一个金字塔的组织 阶层化 没有 我们都是师兄师姐 职称都是暂时的 永恒的事 我们是法亲 我们是家人 但是我们都入世间 要具备公共性 我们是慈善组织 受到很多各种制度 现世间的法律的规范 我们自己内部 也要一个好的组织制度 所以必须有经过 一个法治理性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人类 一个很大的工程 就是能够把佛教的慈悲等观 跟儒家的人情体系 还有西方的法治理性 三个融合在一起 各位 这是一个大工程 牵涉到慈悸 那么永续的发展下去 这个组织的建构 非常重要 好 然后慈悸人的修行 无师智自然智 我不是老师 众生就是老师 众生就是道场 向一切众生学习 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 因为众生信誉无量 所以我们的法 也要无量法 度无量众生 我说过 刚刚讲过 染污是养料 烦恼及菩提 我想诸位应该体会比我更深 以便你们都在众生的烦恼中 要解开他的烦恼 解开他烦恼 也成就了 诸位的智慧 这叫无师智 自然智本来就具备 不管我们刚讲的 阿发师兄 过去有没有学佛 一旦到场域 那个灾难现场 慈激人到达那个现场 慈激的团体 那个传身兼顾 能度你 马上佛心现前 本自具足叫自然智 不需外求 本来就在 所以舍心 布施心会到达四禅 阿含经说 出禅离遇 我用四个舍来描述 我们的修行 出禅舍欲 有人说 只有打坐餐禅 才会到四禅 没有 我们立他慈悲 一样可以到达四禅 舍欲出禅 上人讲的无手求 喜舍欢喜做 阿含经说定生喜乐 喜舍 在复苏中都得很多的欢喜 一直很欢喜在做 忘记自己 喜舍 舍喜 连喜都舍了 平常心 我想在座好多自身菩萨 都是离舍 平常心 本来就该做 是本分事 叫舍舍 阿含经说 不苦不乐舍 所以相对阿含经 跟慈激所做的 舍欲 喜舍 舍喜 最后舍舍 从无手求 欢喜做 平常经 到本分事 各位 你们都可以达到四禅 就是立他 能够觉悟的关键 舍欲 喜舍 舍喜 连舍 连不失都忘记 不止忘记 还要 让受帮助的人 也能够帮助人 达到三轮体空 无不失者 无受者 连不失都超越都忘记 让缅甸的 这个乌丁臀 他能够一把米 给比我更穷的人 然后几千户 像竹童岁月一样 让张世彦 失去你的痛苦 能够立刻 不失 付出 所以舍心 到四禅 这是我们的 一个很大的修行 所以此际 没有次地 但是有门 修空会 善门 追求生命 理想 价值观的人 喜欢做善 但容易执着 所以我们要修空会 很喜欢佛法的人 进到佛门 进到慈悸 容易对人比较 没有那么多的同理跟关怀 修慈心 悲门 慈悲心很强 爱很浓 的人进到慈悸 很多 可是有的时候 他只能活在爱中 没有办法接受 人跟人的冲突 有人冲突 他就会离开 就会退转 这种人要除痴心 因为人间本来 各种色相 都是俱存的 你要转变 你的心境 转不了 三不转 要怎么转 昨天那个曾师姐告诉我 三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心要转 转心 夜门除漫心 我刚说过 赛天圣这样的菩萨 他有罪事感 家庭 有问题的 各种的无名进来的 要除悲烈漫的心 所以慈悸 有门 没有次第 为什么没有次第 有啊 好多次没有 因为我们是无师智 自然智 众生 无不是老师 所以我们要记录 各位的菩萨典范 如果各位 生命中有一两个修行 做得很好 我们就要记录下来 那是典范 没有人完美 在座 我每一个人除了上人以外 没有人是圣人 但如果圣人有一百种德性 也许我们一百个人 能够成就加起来 一百个人的修行 就是一个大圣人 一个大菩萨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记录 记录他 典范 他有那个问题 谁没有问题 也许我们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有一些 修行的心得 要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 要大规模的记录 人品典范 那是修行法门 必备的一个资量 因为你有典范 我才跟典范学习 来修行 因为我们是无师智 自然智 无不是老师 诸位都是 每一个未来修行者的老师 你们每个修行的心得 不是只有讲 感恩户的故事 而是要讲你的故事 你生命中的心得 做慈祭的心得 你的修行的结晶 我们要记录下来 记录各位的法无量 我们才能跟度无量众生 所以你问我 修行法门哪里来 从诸位的修行心得来 是一种三大建构 思想体系 和上任我们来整理 组织结构 原型组织 我们要发展 持续扩大 不是一个松散的禅宗 也不是一个 那么过度严谨的 其他的 大家认为 听主教过度严谨 所以他还面临困境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中道 属于原型组织的中道 第三个重要是修行法门 不是只有讲感恩户的故事 是讲你们的生命故事 给我们听 然后我们记录下来 成为典范 成为每一位未来 新晋菩萨学习的 修行典范 所以慈祭中 已经做到了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组织共同体 有很好的 我们居士能够 遵循的价值体系 我们需要更多的论述 我们需要把佛法 落实在生活中的 每一个角落里面 所以我才 也很努力的 我们建构 刺激论坛 现在有这个 全球共善学识会 我自己也努力的 写善经济 希望把佛法 刺激法 落实在经济生活 落实在组织制度里面 这都是向世间的建构 实际必须建立起一套 属于佛教的 现实的知识体系 跟价值体系 实际才是全球化 才能够永续化 基督教对什么都论述 政治经济 法律 艺术 无所不论述 你看阿含经 什么都论述 只是没有被强调 佛陀对什么都有看法 没有被强调 这强调解脱道 所以我们要整理 上人思想 在各个领域 他是怎么看的 我们要整理出来 我们还要把论述出去 能够建构一套 世俗所能依归的 价值体系 知识体系 我们才是真正的 佛法 生活化 菩萨人间化 很感恩各位 各位的聆听 我想跟各位共勉 我们一起来勉励 让慈禧中 能够永续的发展 我们入法 把思想建立起来 组织 司法事门 要靠主委 最后修行 把它记录下来 成为未来 跟现在的人品典范 感恩各位